这里好像有一个笑话 生活要像榴莲一样 榴莲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 但是喜欢榴莲的人 一定非常喜欢 东南亚的就知道榴莲 这个东西 你不喜欢的解释 有放屁的味道 喜欢的你没有它 你就活不下去 这个 言不一定一样的 当初我第一次在香港吃掉榴莲 天底下哪有这么难吃的东西 结果一直买榴莲来 就吃了也没什么感觉 我一直到那柔和州 这是马来西亚柔和 以前杨宗祠上市那里 柔和州 杨宗祠上市那里 他带我去他的一个山庄 一个地方 桌子上摆了很多榴莲 那一次 迟到了以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觉得好像啊 这奇怪 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阿弥陀佛 以前我在家里 我跟师母 两个人一起在吃榴莲 后来吃吃吃吃 打开这个要去看小孩子睡了没 这佛亲佛妻 他们睡了没 打开门打不开 那门已经打开了 怎么打不开 原来他们在门后里面塞了 不 他们不要让那个味道啊 自己闻到 所以 你跟阿弥陀佛有言 你就会喜欢他 同样是有道理 这个 你们这里喜欢榴莲的鸡手 很喜欢 哇 还不少 那不喜欢的呢 你看还有 也有 我没有看过 然后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吃 那时候很可怜 吃一碗冰 吃一碗冰 喜欢吃冰 那吃冰呢 叫做清冰 什么叫清冰呢 就是 然后加上糖水 什么都没有 就是冰 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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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糖水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到冰店 经常在喊 给我 一碗清冰 然后等它端出来以后 分成四份 我请四个妹妹 请妹妹 他们一起吃 我们小时候只有能够吃那个刷冰 跟糖水而已 喜欢吃的东西很多 小的时候 都要存很久的钱 才能够吃到 现在 应该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 可以吃 但是现在的 却不能吃 人到一个年纪呀 今天 那个 比尔比尔以前的市长 姓李 我们在那个 Muji Ho 中午 去听音乐 他就问我 你现在吃什么 我说能吃的就吃 不能吃的就不吃 不是你什么都可以吃 你年纪一到了 你就知道 太咸的不能吃 太甜的不能吃 太有的不能吃 太有的也不能吃 我在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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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家餐馆 我们要 要一碗 汤 我说 不要放盐 不要放糖 然后 也不要太有 他端出一个开水出来 不要放糖 不要放盐 也不要放油 你叫我们厨房怎么煮 就是这样 不能吃太甜 不能吃太咸 也不能吃太甜 咸的也不能 这个事情讲了 也许你们不信 老了就知道 年纪大了 你们就知道 但是 请不吝点赞 Gotov 打赏 如果获得 赞 优优优独播 起来 电子